我問你 是不是假的? 是不是scan來的? 其實是真的有驚 她不斷問我 她不斷說不要付錢了 很害怕 我就說 既然我們決定了擺 我們早比和遲比 其實都是會被騙的 早點騙 遲點騙 還是騙 OK 那就對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Yuki 有看我IG的朋友 可能你也留意到 我上個星期在Scarbo 擺了一個市集 我自己其實在香港也曾經擺過市集 我這次是在多倫多第一次擺 我自己的經驗是覺得這次市集是極度之荒謬 而且安排很混亂 我就不太知道是不是多倫多擺市集就是這樣 我這次就邀請了一眾的檔主們 他們也有在多倫多擺過不止一次的市集 經驗比較豐富 所以就一起去看看這件事是否有什麼事 一起現身說法 有我的拍檔 阿滴 我和阿滴一起去擺飾物相關的擺檔 Hello 我是阿滴 好 那就有另一位店主 是Cyrus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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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另一個拍檔 是有做運動服裝和用品的 叫做Atomic Design 還有有Otis Hello 大家好 我是Otis 我們那一間叫做Selabee Beverland的網絡店 手中咖啡 我們會專門在香港運一個咖啡豆過來 然後就去做手中咖啡為賣咖啡豆 可以做一些Cookie Roll cake 可以訂蛋糕 或者是咖啡的夾板 歡迎 歡迎 今天一起聊聊天 輕鬆 就由我們一開始成租 到市集前的準備 到我們之後這三個市集 經歷了什麼呢 就去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我們一致都想分享一些感受 目的都是想讓你選擇 如果有興趣去做一個搞手 作為市集搞手 其實我們當主會是希望你可以做些什麼 你作為一個擺攤的店主 將來你去選一個市集的時候 你是有什麼可以去留意 就避免有一些跟我們類似的相同經歷 不如說一下 一開始是怎樣接觸到這個市集 我本身就已經加入了一些多倫多的DIY群 但那個群群平時都會發出一些市集的資訊 剛好我看到這個 純粹我們覺得這個錢好像都reasonable 我們覺得不如試一下 這個市集的名字叫做Toronto Gift Expo 我想問一下 一開始聯絡你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是這間公司或是這個機構 一開始我聯絡Postar的電話 其實純粹是一個普通WhatsApp account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我問完他之後 他就發了一堆活動給我 好像是他本身已經有搞開其他活動 有一個叫做喜瑜俱樂部 就是他的icon 我就以為喜瑜俱樂部是這個活動的教授 我當時有跟你談過 我問你是不是假的 是不是scan 因為你經常提及過地點 因為那個地址是寫著華資柱 然後我就google這個地方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華人移民諮詢處 總之是一些比較公司的組織 那我就覺得 如果你可以用到這個地址來搞活動的話 那應該也不會是假的 那雖然我之後上華資柱那個網去找這個活動的時候 其實我找不到的 那可能我就覺得 可能他還沒擺 因為那個活動還沒開始 那可能他還沒擺 那沒理由沒有用別人的一個活動中心來擺 是不是 你真的假的 其實是有的 他一直問我 他一直說不要付錢住啦 很害怕 那我就說 那既然我們決定了擺 我們早比和遲比 其實都是會被騙的 那我示範了 他也不怕什麼 我這樣說 然後我就說 OK 早點騙 遲點騙 也是OK 我們都決定了擺的時候 就算我遲點給錢 其實都是會騙的 所以我就給了錢 去之前那刻 我都很怕去到那時候 是什麼都沒有的 是 但是我們那時候都談了 不要緊 如果真的最後發現 這個市集是 可能很差的 那個人流 或者它是真的假的 其實都不要緊 我跟它是一個買經驗 因為我是第一次搞 但是我知道 Otus和Cyrus 已經搞過不止一次 那你們是怎樣找到這個 都是先看到地址 就是華資柱有地方去舉辦 所以某程度上 我自己都覺得可信性是大一點的 你有沒有想過是假的 想問 因為我一開始看到的Poster 有Crabbook 就是看到可能 不是很吸引 我們之後都覺得 它有一些Description 可能說預計人流 可能會多一點 就覺得可能是一個機會 曝光率會高一點 那我們就嘗試去報 我們兩檔都是乾貨的店主 Otus 他們是咖啡檔 其實他們是熟食檔 跟我們有一點不同 是 說回我一開始 我怎樣去見到這個活動 其實我都是Instagram 爆發出來的 我一開始看到 最大的印象就是 嗯 有點老套 很老套 很老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我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我就聯絡電話 然後就是 又好像剛剛阿迪這樣說 又是會有一大堆東西 寫出來 然後她說她是K小姐 下面又是喜悅俱樂部 我對喜悅俱樂部這個名字 是有一點印象 因為我回到咖啡店 有一天就有個小姐 她就進來我的店 問你們是不是有教拉花的 就是拿著張照片 說是一個龍的拉花 當時差不多是新年了 就問是否我們可以學你這個花 然後我就在外人 我和我老闆在旁邊 她說沒有可能第一次學 就是這樣 我們都有一些耐性地跟她解釋 你要學一些基本的東西 然後她走了之後 再電郵給我們 想教一個拉花的活動 三男三女玩完之後 就坐下來吃東西聊天 幸好那時候 不夠人不報名又不成功 其實我很不想教她 所以六個人都不教她 我見她出了一個報告 去Instagram 即是喜悅俱樂部 然後就好像 就說我們有個咖啡師去教你 有一點像 騎劫了我們的城市 所以我就有一點不舒服 結果幸好她教不了 沒有反應 我也沒有想過是否一個騎劫 但我知道 因為我有接觸過一個帳戶去教 因為我和我太太 就有個網絡店 經常都想參加很多市場 其實這次再放已經是第七次了 也沒有想過會騙人 而且也想嘗試有這麼多就放這麼多 她的租金 其實當初她沒有說乾貨檔 還是熟食檔 只是說5成5 295元 那我們就選了第二個 價錢就是6成8 即650元 見到這650元三天 每天都是200元送一點 那OK 因為去年我放過吹雞 吹雞 其實兩天都400元送一點 我覺得差不多 而且吹到人樓這麼大 我都沒有想過 她一定來捕五千人 沒有可能的 但我沒有想過是最低水淨河費 我都可以提一提 其實這個活動 由公開燒店主到市集 其實我的認知 大概一個月比較鬆 因為有行市集的朋友 他們說吹雞 是準備了差不多半年 半年以上已經開始收店主 但這一個是很短時間 但不要緊 我們都各種原因被她吸引了 去到市集前的一個星期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我跟她收到一個訊息 就說市集因為店主的要求 他們就可以按日收費 我們剛剛也有說過 就是我們是三天一個價錢 剛貨店我們就300元 那他們算大攤和熟食攤 那就貴少少了650元 沒有提及過是否可以按日租 分享一下我的時候的心情 我是極生氣的 我是已經寫了一段訊息 因為她那時候已經出了Post 是有你的店名的 我打算PM所有他們的店主 我就說這件事極之不公平 有什麼理由在我們 在比較錢的情況下 去改這個遊戲規則 就是不應該有人 那是一天來的 可能她兩天的收費 除了平均每一天 是比三天貴少少的 但我根本就不在乎 她貴少少了 如果我放兩天的話 因為星期五是浪費時間 可能有浪費錢 所以我是很生氣 我覺得是你去的 星期五大家都知道 是沒什麼可能 大家上班上學 遇到沒有人 但你不可以逼我們 三天都要去完 是的 其實星期五 因為我跟她也要上班 有正職要上班 基本上其實我們要請假 去擺那個檔 我就問她 我跟她說 其實我們星期五都沒有空 可不可以轉兩天 她就說不行 我收到這個訊息 是因為她發錯了給我 我剛剛有說到 我有發錯了一個訊息 但她比較理性 她按著我說 我覺得這個時刻 不適合做一個 好像在搞事那樣的人 我便發錯了 但沒有發出 那時候已經覺得 這件事是很鬼的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是不是她真的 超級不夠碰住 所以要這樣 好像佔便宜 我覺得你還說 哪有那麼蠢 你就算是這樣轉 都不會發給一個 給了錢的碰住 對 所以我沒有發出去的情況下 後來我們第一天 大家認識了 我就問她們 你們知不知道 她們原來是不知道的 後來才發現 原來是可以按營了 但那時候 大家都已經進入了這個 頭 所以你是抽不到身出來 你一去了 是否才下去不下去 這個是我先前 試習 已經有一個 不長的預感 剛剛我們有提及的 Poster K小姐 對外負責人 她說有一個Poster 給我 她說 你分享這個 出街之後 叫一些人過來 我是不能 我是自己設計過的 我們也是 我們看到Poster之後 收回 我們自己重新 用其他App做過 然後再負責出去 笑話家 我想很多人都 真的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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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實話家 當然是 很受歡迎 我們需要設計師 還要那時候 剛剛去到第一天 就有另一個店主 來找我們 其中我們有一個 common friend 他透過common friend 看到我們的IG 就post了這個市集 他就說 到那一刻他才知道 這個市集不是scan 其實大家都是 放著一個 很害怕的心態 這樣加入這件事 我想說你們之前參加 試集的Poster 或者他宣傳 是不是這麼單向 可能Poster 只是放在Facebook 下一個App 是不是這麼單向 可能你之前參加了 吹雞是怎樣宣傳的 首先很奇怪的 一個東西 那個Toronto Gifts Expo 那個IG 它好像有八個 或九個Post 每個Post都是一模一樣 中英文對照 都是卡拉卡拉 不知道做什麼 吹雞為例 每一個Post 或者他都會再寄一些資料 就是他們的背景 想做什麼 想可能支援 凝聚香港人 去到後段 就會有不同Fando 一個獨立的Post 去介紹他們的背景資料 有他們的相片 如果你有去擺過其他的市集 你有沒有想過 跟主辦那邊的聯絡人 會不會有其他的宣傳方式 有有有有 因為當時我不斷 我沒有跟K小姐去召合 因為跟K小姐說一說 他就給了一個聯絡我 就是Jason先生 Richard是現在這個組織 一直是Jason先生跟我聯絡 他是一個禮拜前的市集 我就說 喂 我以前擺市集 會問每一個Fando 拿資料 上去幫我們宣傳出Post 我說你們會不會這樣做 他直接跟他說 我們沒想過 都不會這樣做 你已經跟他說 我提了他 我們作為Rando 好像提出我們的意見 給他們的時候 他們會一舉手提 他很有經驗 他自己說自己做了十多年的 他不想經驗 有很多資訊 那時候問他可不可以改兩天 他都說是沒有的 不過可以幫你問一下 這些是很慷慷的 是啊 Floor Plan 是不是那個時候才知道 那時候我還追了他很久 我們給了錢 然後他就說 我們下個禮拜 就會出Floor Plan 就可以選擇位 到了下個禮拜 譬如星期五、六 我已經等到最後那天才問他 他就說 還沒有啊 又拖下一個禮拜 擺之前 一個禮拜才有Floor Plan 因為我們都算是早給錢的幾檔 所以我們都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近entrance的位 好像頭三檔 其實都很近的了 然後我們去到才發現 其實那個entrance是沒有人在那裡進來的 我們都不是靠那個entrance進去 我們都是由停車場門進口去 其實他可以直接關掉停車場門門 直接找人從entrance進去 這些這麼簡單的事情他都沒有做到 變相對於我們組繭位的 其實是根本沒有所有的優惠 補充多一點 我們的Floor Plan 因為進去 他第一間的房子 其實就是 所謂的熟食攤檔 所以 Oltis的攤檔 是在第一間的房子裡 進去這間小房 之後 穿過這間小房 就是我們真的 其他乾貨的 大房間的地方 你過了那個熟食攤檔 進去 反而我們的攤檔 是來那個門口最遠 所以我完全不明白我隔離了什麼 這一下其實我真的很生氣 你這些東西控制到的 你人流到算了 這些是 你根本沒有做好 知道要搜集你就這樣傳出來給客人 我相信很多檔主 都是根據他的Floor Plan 而我們 其實就是 他們在一個BOOF的隔離左右 我們都是選擇在 他聲稱的 Main Entrance的那個位置 我們放在那裡 但誰知道 我們去到看的時候 其實他那裡有三個門都進來 即是剛剛停車場 但反而我們那個位置 是完全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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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是從那裡走的 我們就變成最遠的攤檔 對 但你們是有個Floor Plan看的 有 是嗎 我是完全沒有Floor Plan看的 更慘 因為很搞笑 我問他 我當時還沒付錢還沒做 我說你會不會有一個場地的照 給我去看 他就說我會去試冊 我會拍給你看 就是J.E.S.M.S. 然後我打電話過去 他經常好像油化軟 聽到很噪地 聽到很噪地 他是用口術去指導我 那個場地會有兩個入口 打對角的 一個就是停車場的入口 會穿過一個廚房 我會嘗試幫你安排在廚房那裡 然後最後就說廚房不能用 幸好 然後就叫我在飯堂那裡 那飯堂那裡 會安置我 有兩個位置可以放的 因為他講到我已經說 你沒有照片給我 我不會租的 因為他想水 我先給錢 我聽上去覺得 九曲十三彎 我已經是草草地 最後就說 等到星期二 他會去試冊場地 他就傳了兩條片給我 第一條片 就是餐廳的位置 就是兩個位置 拍到 你選這個 還是那個 我選了兩個 左和右 因為我看那個圖片 他沒有說乾貨檔 還是熟食檔 他只是說五乘五和六乘八 因為如果他給我看 他其實那個 主要的地方 最側邊靠牆 右插頭的位置 都是四乘六乘八 我一定會選擇裡面 我不會被別人在外面 選擇場地的方面 我就可以去這樣的體驗 這個攤位 雖然是在飯堂那裡 但其實是多人 因為那邊停車場 他有沒有告訴你 因為他說 因為很多人都應該會開車進來 所以會很多人經過 OK 被人騙了 他本身知道 是的 因為每個人不同的說法 我想 複補的位置就是 我假設 會不會其實 可能主辦方 我當他懶 他不知道 可能真的 原來最多人的跑是停車場 那如果你這樣說 其實他是知道的 我們是有站 我們沒有去 但我們就可能相信 正門是最多人 搞過一次站都知道 那我們就相信 今天選擇正門 對 對 對 我不明白 你這樣讓別人做一個不對的選擇 有一點點想補充 就是 很多人都在停車場進來 很多人就是走過 還有一個青針牛肉 在廁所門口 對 對 很可憐 很可憐 出入就是要借借的 很可憐 對於廁所和食物是分得很可憐 嗯 嗯 我想問一下那個Fall Plan 它是不是一個主辦公室 就是你們旁邊的一個 沒有其他座房 沒有啦 那我有一些門 但是 第一天知道那對門是關的 就是它那個 寫的是主辦公室的那個是關的 然後我們是request 叫那個 叫職員幫我開 他下午才幫我開 他已經是關的 對 對 然後還要 我們那個Mansions 有一個盪著同胞 你看一下 出去看看那個poster 但是跟招募盪著那張poster 是一模一樣的 它只是割走了 價錢那個圓圈的位置 就是用回同一張 然後我看到爆炸 我真的有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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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看到那個poster 突然看到我臉色的圓圈 就擋住了 其實不懂教動 都不會有同一張 真的可以教一點 不 其實用Canva 用什麼都可以 對 對 剛剛去到的時候 就開始在忙 在設置那個poster 然後有一個 他就說 原來他也是檔主 他說 我不過不放了 然後我說 蛤?第一天而已 然後他說 對呀 因為那個檔主是賣湯包的 他就跟K小姐對hub的時候 他就答應了 OK 我答應你只有你一間 是賣湯包 那正常啦 你擺poster只有幾十檔 你有兩個一樣的貨 很難買的 他就說 OK我答應你 誰知道去到的時候 他就發現 就在他對面 對面 就是 法國一間其實不關他事 就是人家都是賣湯包 那他可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他都不介意 或者 但是你們答應了 這個第一間賣湯包的人 神經病 你是說不會有其他 你破壞 你破壞 過來玩一下 你打我按 算吧 我們下次沒有下次 就是第二個不好的預感 就是未開始 第一件事就是那個攤 斷日計 第二就是 What? 第一天就已經 第一天就剛剛開始出場 大家剛剛報道 就已經離開了 其實你聽到他這樣答應別人 但是去到另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這個主辦方的處事方式是有問題 星期五都是不滿的 第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 有些人星期六日才來 可以按日收費 第二個原因就是 他根本整個就真的租不完 除了我覺得攤是少 就是你質不滿的場子 那星期五 我不太肯定 因為我第一次搞市集 是不是真的人流 你有沒有試過星期五擺市集 其實沒有 沒有試過 因為其實正常你擺做活動 你都是想 最多人的時候去的 其實一反過來想 你都會覺得 其實你選了星期五開始做 他本身星期五都不是同日 就是不是長期間那些 然後你會覺得 為什麼這麼奇怪 你選了星期五 大家上班上學 你叫人過來擺Proof 是不是有點奇怪 所以我有問過另一個檔 他就說他擺了十幾年 他每個逢母親 母親節都擺 因為他是賣的那些Gift Basket 就很容易賣 他逢母親母親都擺 但是就是擺Markham的 但是Markham今年就沒有搞 所以他就打算擺這個 問他 那你有沒有擺過星期五 他就跟我說 其實星期五是沒有關係的 我說因為有很多人都是 不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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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多人都是 對 就是星期五是沒有關係的 他說他從來沒試過 星期五是少人都這樣 所以我自己大部份都是朋友過來看看 其實星期五是很少人 但我也不會預期 因為那天我沒有計過人流 但我相信那天不會過50人 那天不會過50人 對 好像買一杯咖啡 對 第一次買一杯咖啡 對 還有有在華茲處上班的人 職員 對 還有我們有一個朋友 在對面上班 他都不知道這裏有的事宅 有一個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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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他有的 但是很… 如果你開車 你開過50多一點 你已經… 但他的顏色是一點都不吸引的 因為他後面 因為我們有時候找到的一張照 他有開車的側面是草地 那些白底紅字 那旁邊呢 就有一個什麼制字冥強的 那些傳傳 有一個什麼… 那些Expo的資訊 那樣 但是一模一樣的顏色 但是如果你不特別去留意 是不會知道的 到時候真的 要去永強 應該吸引一點 他一開始說 一星期就會有鋪天蓋地的宣傳 什麼路牌啊 店舖放帽子 我就想著我會見到一些帽子 等等 就是宣傳這件事 其實又沒有 人自己也見不到廣告 我到第一天和第二天 我看到的廣告還是招攤的廣告 就是有了價錢 在那裡招攤的廣告 他真的還在招攤的 應該是 所以以後我會不算 我可以分辨他多一點就是 有其中一個單主 他只是租一天的 那K小姐呢 是有過去跟他說 你租不租多日 我便宜一點給你 就是 我也算了 我已經不再想 段日租 我也不想你減不減價 但是你會不會是在當場 你會不會是在當場 那樣去做這件事都很醜怪 我覺得至於他有沒有去做好他的宣傳 其實都很容易提到 因為我們基本上都是開車 我們找到車過去 然後我開三天 頭兩天開其實都看不到什麼 就是你去到差不多到 轉彎到進去停車 其實你都不會看到什麼 然後我們去到第一天 然後我們剛剛我講的 其實你的主題 他寫的主題是散了 建議他們再開門 還有會不會考慮一下 放一些帖子出去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沒有做到 他們答應了的事情 去到第二、三天才多一點 所以他們應該是 講了謊了 就是說很多帖子 偏向人家都是假的 是第二天 所以才看到有一個Toronto GIFX的帖子在門口 我知道為什麼這麼簡陋 我鄉中明強拆不了 因為是突然之間要訂做 可能是找一間 訂購公司 訂購公司 一張很簡陋的帖子 之後就 你說要好不好 那就給你了 我猜是有機會 星期五晚第一天就當是試行 但是我想說 他臨6、7點 真的是省私 神經病 你知不知道有省私活動 是有寫的 是有寫的 但是他寫的 他寫的是 開幕省私活動 他全天都沒有 我以為就沒有了這件事 他在6點 他突然開麥克風 就說 待會就會有省私和醫院來的 然後6點 然後6點 我們就在這裡等 因為其實都沒有人 大家都是站在那邊聊聊天 不是6點 是早點笑 他有講到 不知道 4、5點的時候 已經算沒了一次 他說稍後會有Performance 然後又有省私 我又見到一個省私的朋友 然後又問他 是否有省私 然後他就說 我們省私有一個 不知道龍頭還是龍尾的隊友 突然間病了 來不到 要找那個人頂一頂私 所以押口了 去到最後 7年 7年40 對 3夫2難度 可以進來了 然後 場面有點尷尬 因為都沒什麼人 可以省私 還有那個議員 又說了一點點 我很慘 因為他就說 support local vendor 在這裏 大家要好好支持 但是都是當場的 其實不是 是連當場的 都是 其實當場的 應該有 不是 我被人避充了 我不是在後面 對 因為我那個檔 他繩到進來 我們在開著行李箱 撿東西 然後 他繩在我行李箱 我怕被擊倒了 還要有人在拍攝 看到我們才有拍攝 他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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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尷尬 真的很尷尬 完成了我們 今天是第一日視集 談不完 大家就有一點點 開始口角了 我就跟他談 他說 你不要管 這是需要決定 願者上調 我收了這麼多 但我不會退款 我不會退款 五樓 你們現在馬上散水 講完 沒有退款 那你不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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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檔主 就開始集在一起 發生了一個 大概四十多分鐘的對話 我希望 你現在在這個PRO說話 是有禮貌 和大家說話 因為你的PRO是很重要的 你不是和我們發誓 就沒事的 你現在說了很多垃圾 是為什麼 是吧